民防是全民國防 應該說全民防衛 民防是本來就有的詞 全民防衛更廣 比民防還要廣 但是現在就是怕說 可能過了兩年 全民防衛也臭掉 跟認知作戰一樣 這是誰的問題啊 就是為什麼會一直臭掉 大家都會說什麼 沈博洋發明這個詞 然後你就在那邊解釋說 這不是我的詞 我覺得臭掉的原因很多啦 當然我覺得以中國來講 中國很希望這個名詞臭掉 所以他們當然會大量的 一直在講說 美國也在做認知作戰 日本也在做 我其實不但知道 日本人在哪裡 但他們說日本也在做 日本人在做 要做什麼 就無安復的事情嗎 透過A片吧 I don't know 說民進黨也在做 國民黨也在做 就是要把它變成很普遍化 這就跟我們以前常講 藍綠一樣 爛那種感覺有點一樣 就是說 我不斷的告訴你說 另外一邊有多爛 那你就會覺得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啦 我覺得這是中國 很慣用的手法 但除了中國以外 當然在我們這個島內 也是蠻多人不太喜歡 這個稱謂的啦 因為畢竟他們會覺得說 那你這樣講 那是不是我跟中國靠得很近 你都說我是中共同路人 我覺得這有很多層面 可以討論的 因為有時候就會變成 大家如果只是正常質疑 執政黨 然後覺得有問題 就很容易被鐵標籤 覺得你是不是就認知作戰 就是覺得大家很paranoi 我覺得現在大家已經就是 就是 然後每個人paranoi 程度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的標準都不一樣 最後就 大家沒有人信任彼此 這樣怎麼辦 我覺得這也是對方想要造成的嘛 就是他想要我們彼此 創造這種不信任感 所以他們其實 像以前我們就有看過中國的網群 他也會反串成這一個 那個叫做就是台獨分子 激進台獨分子這樣子 你們怎麼 可是你們那時候是怎麼發現 因為你怎麼發現 因為他們 譬如說 我從頭講起 譬如說 你會發現有一群帳號 然後他們都在同一個社團裡面 然後他們這個譬如說有700個帳號 會有母雞帶小雞的效應 有幾個人在帶領著他們到處 到處去po文 那其實這就是機器人 真人其實根本就沒有超過10位 像我們就會去追那一個人 那一個人他可能是真帳號 然後你會看他在哪裡打卡 然後他的真實的姓名 然後再去肉搜 發現他可能是中國的 可能做旅遊相關的某個記者等等 官媒的記者 那你就會知道 原來這跟中國的操作有關 那我們就看到這一群帳號裡面 就有那種一個帳號 是專門在他返串 然後就譬如說 我記得那時候是黨國時代 哪一個人過世了 就在下面留言 死的好這樣 那我覺得這一般人 一定看到就會覺得哇塞 而且他們的他們很故意喔 他的那一個名稱會用台羅來拼 好 哇好賤喔 用台羅來拼很賤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之前真的有遇過一群 就是很極端的人 可是全部是用台 我不確定他們是真人還是是怎麼樣 不一定 因為台羅的也很多真人 當然 所以 所以其實很容易可能一個 然後我們自己就會覺得 啊全部的人都這樣子 然後就直接貼上一個 內心貼個黑包籤了嗎 對他們想要做的是一個這樣子 對希望大家引起這種對立 他們拉五打五嘛 譬如說他們之前在那一個法輪功時代 他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假裝自己是法輪功 然後一直在罵中國政府 但是都罵那種完全沒有證據的 這樣別人就會覺得法輪功很low 啊尬的 我會中了嗎 我整天被認知作戰 他們有一個網路評論員的交戰手則 裡面呢 總共有九個不同的心法這樣子 其中第八個就是這樣講這一個 他說鼓勵這個網路評論員 在他們叫油管嘛 在YouTube啊 然後在哪裡 反串成法輪功 然後去攻擊自己的宣傳系統 然後三分真七分假 但是沒有證據 然後讓大家 叫低級黑嘛 就讓大家覺得 這一個團體很low 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好奇 就自從我們上次跟你聊了之後 我們中間應該過了三年了 這三年他們的有越來越強嗎 還是手法 是否人變多 或者他們的那個手段 有沒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手法變得越來越多元 有沒有越來越強 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它會不會越來越強 有點取決於它宣傳的管道 那它宣傳的管道一定都不拖 就是YouTube啊 那個Facebook這些大平台嘛 那因為平台的管制的策略越來越多 所以就導致它的效力 雖然它越做越多 但它效力也會有點往下掉 那我們之前在研究 就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當它在網路上做這些有的沒的假消息啊 認知作戰等等之類的 它一定要在同時 在我們台灣社會也在做 譬如說有里長跟著放謠言 然後有宗教團體跟著放謠言 這樣會彼此呼應才會有效 就是實際上 就實際社會跟網路上要有一個呼應 要有呼應 如果只有網路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算了 對 一旦只有網路的話 我們都會叫它叫虛胖 就是它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聲量 但它其實沒有辦法轉換成實際的 任何的 譬如說支持任何的候選人啊 等等之類的 因為要做線下這塊必須藉助 會變成說它的效力有可能有幾種狀況 一個就是它的原本 它要達到的地方的效果達不到 但如果對於每天都在用網路的人 可能會比較有差 因為它網路效果變得比較好嘛 就是我們啊 小孩子 會不會覺得說我體感超強 因為你很喜歡放大別 罵你的東西 不可是就是因為我們只是活在網路上嘛 我們工作現在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時候 而且大家也越來越習慣在網路上生活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所以就是說它本來效力應該減弱 但是當大家都習慣在網路上過生活的時候 或許它效力又會回來 但無論如何2023年 就是今年 應該就全部都回來了 因為現在旅遊開始都可以了嘛 對 所以這個現在 就沒辦法 我覺得這個一定會差很多 2023年我個人認為非常的可怕 可是有實際上有協力者 或是有外面的人進來做地面傳播 這個到底差在哪 因為我們沒有在接觸 他們是會去宮廟拜拜 還是說會去鄉鎮里 對啊 因為聽起來說 開始回來是這些是觀光客 然後變成直接在一邊觀光一邊散播嗎 還是他們其實是來這邊 找到他們失聯已久的協力者 然後把新的資訊交給他們 對 到怎麼做 我覺得實際開始工作 第一個是交流 因為他如果 譬如說我今天是里長 我里長長期可能被中國綁住 是因為我常常帶團去 去那邊做統戰團 那我常常帶人去的時候 我現在人都帶不過去了 其實我就沒有游水 我沒有游水了 那我幹嘛要聽你的話 就是你就算不給我辦 反正我也沒差 現在又不能旅遊 所以就是說 你這種交流活動開始 他才會有leverage 去要求地方的 長期跟他合作的人 之後在地方上放一些消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金錢 因為其實自從台灣被說是洗錢嚴重的國家之後 洗錢變得蠻困難的 那你要把錢 你叫有些人做事 你總是要給錢 那你錢要怎麼給進來 就是一個問題 以往可能你說 有些人台商帶一個親戚團 一個人提個十萬回來 那就可以把金錢帶回來 但現在沒那麼容易了 那如果說今天又可以開始有這種交流活動 他有太多的明目可以把錢帶到台灣 那到台灣不管是公關公司還是一些團體 他就開始有這個金流 那對我來講有金流才有資訊流 而且有金流創造出來的資訊流 才會是比較有問題的資訊流 那不然一般的資訊說真的 中國一年到晚講什麼東西 有人一年到晚把他搬過來講 那說真的言論 他的言論自由 可是這樣會有什麼樣實際上影響嗎 比如說是會讓大家對中國更好感 還是說會影響大選 因為對我們看來像7月年底民進黨選得很差嘛 所以是不是代表這些人影響的也不一定是那麼直接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他的影響是非常長期的 他一定是先讓你慢慢熟悉某一種特定的陰謀論 譬如說這個政府在什麼什麼事情 什麼都沒有做 這個政府因為跟黑道走得很近 缺蛋了 然後這個只要有幾個黑道 就說整個黨都是黑道 譬如說這樣 那你久而久之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很有問題啊 這個政府非常有問題 那你雖然你根本就沒有遇到那些治安案件 但旁邊的人都跟你講說最近治安案件很多 只是警察都不辦 因為警察跟黑道都掛鉤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政府指示的 他們有幾個黑道好朋友 都押著警察說不能辦案 這種陰謀論大概傳了8個月9個月了吧 可是這個問題就是在於 因為前面警察是真的有的跟黑道掛鉤 前面是真的 後面當然開始浮現滑坡 後面就 可是就會變成你當你想要好好討論前面的時候 大家都會把你全部都弄到後面那些 然後最後就炒成一團 然後變得好好討論政策都不行 那到底該怎麼辦 這是很麻煩的地方 因為在我們認知作戰的研究裡面就會說 像這種都是很經典的 你根本無法回應的認知作戰 因為你不可能今天政府出來講說 請大家不要相信我們治安其實還蠻不錯的 你講這句話就完了 可是我覺得好像 其實我覺得有在講 你不覺得嗎 所以很危險 這個就是問題啊 很危險 我們政府很危險 就或者是跟大家說啊比如說疫情 然後很多小吃店混不下去 然後政府然後出來說 沒有我們經濟成長很好 這會讓民眾感覺不好 這不是應對陰謀論的方式 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 你都沒有再好好教我們政府 要怎麼應對認知作戰 我覺得那些台面上的人 是不是都不知道 你跟他們講 他們有人在聽嗎 我覺得應該也是 我覺得 你做那麼辛苦 人力配置 人力配置上的問題 什麼東西 這人超好的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 你都不會生氣嗎 你不要 你不要一直挖洞喔 不是他的脾氣真的很好欸 你回家晚上會不會打老婆啊 我覺得這不合理 不是 這個個性有點太好 這是滑坡 這滑坡 對不起 我剛剛認知作戰你 你剛剛生氣欸 就是說我覺得在分工的狀況之下 到底誰應該負責這件事情 是很不清楚的 可是你三年前來的時候 都會講一模一樣的話 對啊這樣是不是沒有進去 欸給我們一點 給我們一點希望好不好 因為那時候跟我們說 國安部門正在著手 成立某個部門來針對這一部分 所以這三年來還在針對 這邊正在建立中嗎 我們不是有成立一個什麼 I don't know 我行政院有一個 有一個應對假消息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他們初期都是以假消息為主 所以假消息的應對 其實一開始弄的還蠻不錯的 對對我記得 因為你只要一假 他馬上回應 然後告訴你說其實政府不是這樣 這很OK 對 但是治安好壞這種是感覺問題 就是這個在我們研究 輿論戰跟假新聞是分開的兩件事 OK 那你假新聞你可以用真的去應對 語帶風向這件事情 是沒有辦法用真相去應對的 所以你也不能真的拿數據出來說 你看治安很好 這是沒有意義 因為一般人 又會覺得說 對 感覺很差 一般人對治安的感覺 你有沒有跟哪個國家比 然後大家就 完蛋了 不能比爛 對不能比爛 而且一般的就是 一般人民對治安的感覺 絕對不是來自於實際 是來自於媒體的報導 媒體報導犯罪案件越多 你就會覺得 哎呦 這怎麼會那麼亂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有幾種方式 一種就是陰謀論要扼殺在初期 就是說他所有的陰謀論 都有一個大的主題 譬如說政府不能信任 專業不能信任 然後還有這一個媒體不能信任 這三個是不同的主題 那他開始打這個大主題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去對應他 而不是他在後面提供細節 不然的話就像最早的 像他們在川門在傳說 蔡英文要滅到中華民國 這是一個很大的有名的主題 所以不能信任政府 他要滅到中華民國 然後一直到說 為什麼他要滅掉 是因為他跟台獨分子走得很近 然後再來是因為 他跟台獨分子有奸情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他有生小孩 王定宇跟王浩宇 有沒有 然後今天 對 這個我沒聽過 這個是曾經傳很大的 傳很大啊 800萬次的觀看 然後最近 OMG 然後這幾天已經變林之堅了 就是 是他小孩 對 林之堅是蔡英文的小孩 喔這個好屌喔 謠言 這超屌 這個我們先扼殺掉 可是太屌 這太好笑 但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就是很典型的 你不能夠等到後面再傳 林之堅的那個部分 才去那邊辟謠 而這一件 從他最初期傳到現在 已經傳了 從2017到現在了 What 所以 有越來越多人相信嗎 還是 我以前都覺得這是平 這怎麼可能會有人相信 對啊 但我之前在做那個實驗 給大家看陰謀論點 相信不相信的時候 但哇這個大概有一層多 一層很多欸 一層多 因為這才 因為嚇到一個爆炸的東西 有一層多人信欸 對 所以就是 而且他們最主要 那時候我們放的是墮胎相關的 等下你這件事情是 你做這個調查是在論文前還是論文後 就選前或選後 這是很久以前的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林之堅的事情 那時候是在講他有墮胎啊 什麼什麼的那一段 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 然後我們也跟YouTube也檢舉了蠻多次了 就是這一類的 因為他的影片的版本非常非常多 然後一刪掉又出來 一刪掉又出來 然後我們都有備份 所以 但總之就是 他一整個這個時期 你如果沒有在2017 18年就先做好應對 你後面其實很難 但其實政府有應對 就是 他就開始講中華民國台灣 就是你要這樣講就表示 其實我是在守護中華民國的 我不是只說要滅掉中華民國 所以這還算有一點應對到 但是他打的主題就不是只有這個 他打的主題有N個 你只要任何一個戰場沒有守住 一直往下燒 燒到最後其實 你等到那個時候再出來講 都動輒得救了 講什麼都不對 那你覺得現在燒最大是什麼戰場 民生嗎 現在民生議題找的蠻大的 但是那蠻多是台灣自己的 之前這燒最大是台積電 台積電要去美國 然後美國再也不會大 台灣是有協力者一起在做 這個中國大概在202112月 去年是2022 對202112月開始做這個陰謀論 這個陰謀論做非常久 就整整做了一整年 等到台灣的新聞媒體開始報以後 中國就收手了 中國就再也不講這個了 所以這就很有趣 當我們一開始很多人在那邊 記錄說選前三個月 這個台積電的一碟被炒起來了 是不是中國在操作 你就找不到 因為中國在一年前就開始操作 操作到選前兩三個月他不做了 他就醞釀好了 對他醞釀完了這陰謀論最大的特色 就大家都會以為說要等到選前 等到Crucial的時候他要做什麼事 沒有他就一定要在前期先做好 所以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像俄羅斯島烏克蘭是2月24 2022 他開始在各國丟陰謀論 因為他要先鋪陳陰謀論 他在202110月開始在各國丟疫苗陰謀論 然後每一個國家都會有人相信 這種陰謀論 一定會有人相信 然後等到他丟了4個月的 疫苗陰謀論之後 就針對統一群人開始丟 烏克蘭很可惡烏克蘭在殺俄羅斯士兵 烏克蘭在幹嘛 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有一些特定的人 認為其實烏克蘭在挑起戰爭 這樣就成功了 所以你一定要先鋪陳 沒有鋪陳的認知作戰 其實是很容易失敗的 中國其實鋪陳的夠久 就很容易成功 所以就回到剛剛前面的問題是說 單看這個選舉 你只看後面幾個月 你會覺得好像也還好 就是他到底做了什麼 但你去看長期的效果就會很明顯